一群朋友聚在一块 边饮食边大声聊天 欢乐氛围重斥伦敦街头 路上所有人几乎都没有戴口罩 这可不是新冠病毒爆发前的旧画面 而是现在疫情正严峻的英国 我觉得在户外就不太需要戴口罩 疫情已经融入了英国人的生活当中 餐厅可以内用 球赛可以照常举行 所有活动不受限制 很难想象英国现在总确诊数高达750万人 是全球第四严重的国家 每天都还是有大约4万人确诊 但对英国人来说见怪不怪 重症住院患者比率有没有增加 防止疫情压垮医疗量能 才是当局关注的事 而根据当地最新统计 完整接种两剂辉瑞民众 有96%就算确诊状况人轻微 完整接种两剂AZ疫苗的人 也有92%能够免于重症住院 英国的疫苗打得非常快 虽然感染率很多 但是变成重症病患 以及需要住院或是致死率的几率 其实现在是非常低的 所以已经跟当初非常高的情况下 已经非常不一样 其实不止英国 亚太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正在改变清零的严格防疫措施 改采取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 就算这个地方正在受到 Delta病毒的肆虐 我们把镜头看到新加坡 面对传染力更强的Delta变异株 新加坡改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 就算8月中逐步松绑防疫措施之后 单日确诊以倍数增加 9月21号更宣布 新增1178人染疫 创下新国自疫情爆发以来 第二高的单日记录 至今仍未紧缩防疫措施 而是扩大实施居家康复计划 并加速追加第三期疫苗来应应 你不可能这样跟病毒这样逗来逗去 逗得你死我活 说你要让它永远不能存在这个世界 那些国家都有本钱做这个事情 什么本钱 打疫苗 事实上也是必须要这样做 你不可能为了这个疫情 把经济封锁 什么也不能群聚 也不能什么行业 不能开 不能营业 不能这个 那个没有办法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许这样太久 疫苗施打率的提高 成了解封最大本钱 包含英国 新加坡 南韩 澳洲 日本 印尼 马来西亚 越南 还有香港等地 近期都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放宽出行还有边境的限制 共通点就是看准疫苗覆盖率能够支撑与病毒共存的基础 新症的个案是比较多的 那打过疫苗之后的这些住院啊重症啊 还是死亡的这个案例呢 就相对比较少 大众的心态可能要有一些变化 我们目前可能不会说过度不切实际的去 就是说希望这次病毒会消失 把疫苗覆盖率提高的同时 然后就渐渐渐渐走一个逐渐松绑跟逐渐适应的一个路线 随着秋冬来临 紧接着就要迈入下一阶段 从2020年初跟病毒打到现在 面对看不见终点的一仗 作战策略也不得不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